中国国台办高调宣布最新一波对台措施 扩大开放一百二十二项产业类别 民众可以自行申请登记个体工商户 开放地域还扩大到二十七个试点地区 包含二十一个直辖市 北京上海都在内 看似对台力多但真的是这样吗 以自身在深圳开服饰公司的经验 台商Eric分析一百二十二项项目的类别 着重中国技术不足的产业 细数国台办公布的细项 从水果香料中药材等农产品种植 倒肉制品水产品冷冻锁定加工制造技术 和各类食品制造产业 再到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以及广告业中国积极网罗软实力人才 对我国文化产业也敞开双臂 瞄准台湾软实力 范围扩大门槛再降低 中国最新会台政策延续近年一代一线策略 专家示警中国释出的大力多 可能是统战的一环 陆委会也提醒 目前中国投资环境恶化 国人若前往创业得审慎评估风险 三立新闻解红旗卫文轩台北报道